I'll love you baby 韓吉拉队员赵娟周露出小蛮腰 统一是经典菊热库在场中间热舞 7月才正式加入UNIGIRL 但却到其他YouTuber节目 透露自己颁表一个月 最多只有三天 8月只跳了两场姻缘 说很难支撑在台湾的生活费用 而YouTuber也帮强 还要付房租 说要跟认识台湾 但赚的不多是事实 过去在韩国一个月 应援事务场 场很大也引起粉丝不满 但经纪人 换家 说留言 指教都有收到 但对公司球队来说 很多东西都是第一次 要一起慢慢变好 也说球团跟总监 都很重视咪咪赵娟周 有人欺负她的话 一定不客气 捷户满边 也可能是让颁表变少关键 但看看其他韩籍啦啦队员 8到9月台杠安之炫8天 命狗最多有17天 代副邦的李浩真 南明真也是7天 跟赵俊周所说的 一个月三天左右 其实相差不大 外传球团也不解 为何突然抱怨 因为签约都有谈好 来回台湾的次数 专家点出韩籍拉拉队转站成艺人 收入比较稳定 也比较可能会长期留在台湾 但赵俊周实际状况如何 球团跟拉拉队 结稿前站无回应 谢谢BBS新闻 杨青坡家庭台北朝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